先把它搬到旁边好了 在N栏的地方 把C栏的东西先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做什么呢 贴上做资料里面有个移除重复 这个移除重复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只要留下清单 跑一个回圈for i 等于第二到第七做什么呢 把这个N栏的这一个菜头的名字带过来 做什么呢 根据它去做筛选 筛选找到比如说菜头 把菜头只要留下来 留下来做什么呢 把这一个范围新增一个工作表复制过去 当然以前如果你要涂法链钢慢慢来的话 假设你的支配量非常多 你就是要重复做 但是如果说你懂得利用 我们上一拜讲的 你就会快速做 当然第一个一定要先做一个清单 这个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清单的话 那你要让它跑回圈去抓 这个统发会有问题 当然以前我曾经想过啦 要不就是有点像先复制那一个 然后移除重复 等到最后再删掉这一篮也是可以啦 有没有 只是当这个你延伸性的部分自己再去做啦 我们做完之后就按下这个按钮 基本上就会产生从菜头到瑶瑶 自动帮我怎么样把这一些资料变成总共它里面总共有六个业务人员 意思就是这边有六个这个工作表 然后把这六个工作表怎么样把资料呢分别用筛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放过来 OK这个我想应该功能很简单啊 需求一般工作里面也蛮多这样需要的 那其实这个功能呢 你说它是以色列里面其实其实蛮常用的 其实这个资料库也蛮常用的 其实以前我们做资料库也就是大概就是把需要的资料先塞出来 然后做报表 个别性别业务人员每个人的个别性报表 你一定要先针对业务人员 那实际上等同就是把eSale拿来当资料库啦 那我是觉得你也不用特别去分到底是eSale还是资料库 我觉得它基本上也可以拿来当资料库要做的事情是OK的 没有问题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按下这个按钮 那就可以把我要的东西塞出来 然后帮我放过来 OK 一二三四五六个人了 那当然呢我们后来又写一个所谓的那个批式删除掉它 删除很简单的嘛 只是说在2010以后的版本不会跳那个Len 不过以前可能那你要兼顾一下 把那个displaceLen把它forse掉 那就自动帮我把它删除直到剩一个 OK 那程式怎么写 好像没几行 其实关键用一个回圈 加一个那个schutz的物件 瓜乎I-Dendplace 只是说要不要跳那个Len 因为其实关键就那么一行Dendplace的方法 跑个回圈 让它批式删除 三道只剩一个 OK 最后